观众朋友 疫情又来了 你最近是不是很紧张呢 每一天本土几乎都标破400例 而立委廖国栋 他先是助理确诊 而且他助理确诊 这CT值都还蛮低的 不到20 传染力很强 没想到过几天 我们的国会议员廖国栋 他也确诊了 可怕的是 包括指挥中心 包括一些专家说 现在都还没有到达高峰期 而台北上科文哲 他甚至还预估了 他警告 今年的暑假 很可能跟去年一样 大家都在疫情当中度过 虽然指挥中心说 现在99%都是轻症 但问题是 会流下多少后遗症 没有人敢打包票 所以一直提醒大家 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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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打了几剂 赶快考虑要来打一下吧 可是问题是 有很多人打疫苗 不管是打追加剂 或什么就遇到 调法的问题 包括上 你自己是皮肤科医师 赵医师 你自己也遇到了调法 调了三分之一 对 其实在门诊中 我们看到很多病人 在这段时间 差不多这一年之内 对 那来看皮肤的门诊的民众 很多是有调法的问题 陆陆续续每天 几乎都有一位到两位 那上疫苗还是需要打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 本来我前两季打这个疫苗 打AZ没问题 后来第三季打了另外一季之后 我本来想说自己都OK 也没什么副作用 我觉得打疫苗是应该的 身体什么都没有 发烧 酸痛什么都没有 也不倦怠 没想到打完第三季到 第三个礼拜开始 洗头开始大量掉吧 第三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就开始 洗也掉 吹也掉 甚至有时候摸也掉 那我自己看 发现真的跟以前比 差不多掉了三分之一 这个头发 那这个调法 基本上因为打疫苗 它本身造成你的自体抗体 造成毛病的一个破坏 它可能造成调法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有轻有重 不是每个人都会 但也可能它只掉一点点 可能就停住 可是我自己调法 从第三个礼拜开始调的时候 我才调了快一个月 那你那时候 应该自己很紧张吧 其实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 我们自己皮不科医师 对不对 那我们也看头皮 看头发 对不对 但也有民众 他本身也是因为 打疫苗掉发来看的 对不对 那你自己 也造成同样的问题 那假使没办法 去解决它的话 那的确民众也会觉得 他好像没有信心 后来那我自己也是想说 也问了一些 自己的好朋友 也专门在这个 有收集一些案例 国内的案例 虽然国外已经很多了 但国内案例 那他就说 这种东西 可能我们打完疫苗 为什么要三个月打一次疫苗 大概这个抗体 大概就三个月 他跟我说 那可能三个月时间 这是一个过渡期 那但这 其实也不要太恐慌 就是你营养很够 因为我们到头发 这毛囊 所有很多因素 都知道 它的萎缩掉之外 事实上营养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 民众现在要打疫苗 不管你打第几剂 担心掉发的话 哪些营养素很重要 是第一个 我们担蛋白质 因为头发本身是氨基酸组成 至少18种氨基酸的蛋白质 在头发上 不同的氨基酸 所以你营养很够的话 第一个 它毛囊比较不容易 造成它的萎缩的现象 那这营养包括哪些呢 我们不知道 很多像肉类的蛋白质 还有我们所谓 维他命C 还有所谓一些铁质 甚至一些生物素 还有一些新的元素 一些微量元素 那这些元素 事实上其实 所有的营养都要均衡的 那我个人认为 不管是动物性 植物性的蛋白质 它需求是非常 一定要够的 所以是第一个 你蛋白质摄取要够 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 会比较有神经质 很紧张 对 那这样的话 事实上其实 这牵着有一个很重要 一个B群 我们知道 B群这个在营养素里面 事实上 它对神经的安定 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知道 咽碱酸 咽碱素这些东西 它本身有 镇静神经的一些功能 会让你觉得很焦虑 或一些有神经质的现象产生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打完疫苗 很多人 比如皮肤痒 他也认为是疫苗造成的 掉发也可能是疫苗造成的 当然很多原因都可能 也不能完全归咒说疫苗有问题 但这个跟人体质有关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 营养素的需求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掉发的原因 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疫苗 尤其最近很多人 在打疫苗当中 其实这个状况 已经是在国内外非常多了 光是这个日本的例子 我们提过了 像日本这个男子 原本是行男打莫德 那一百天之后 变成这个样子 在台湾 这个陈小姐 她是掉到几乎都光了 对 其实像台北的陈小姐 打莫德那的时候 整个头发掉关 真的比较少见 我们在临床上 真的会遇到打完疫苗之后 这个掉发的现象 其实这个在门诊上比例 我们自己觉得还算高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北荣他们所统计的数值 其实他这个统计数值 我觉得听起来 比我真的实际上 临床案例还要更高 他发现说打完疫苗后 其实会出现各种的后遗症 我们常听到的疲倦 睡眠障碍 酸痛 都是常听到的 想不到最高比例的是掉发 它占了43% 两个当中等于有一个了 对 其实等于说 将近有四成的人 他都会体验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什么时间 其实是比较可能 跟疫苗有关 我们还是跟大家 观众朋友讲一下 平均来讲的话 其实在很多文献看起来 是在你打完疫苗后 一到两周 其实跟赵医师的时间 有点像 一到两周后开始 可能陆续会出现掉发 原因是免疫 或者是压力等等 都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 三个月内 这个掉发可能会慢慢的结束 那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其实我相信 这一两年来 大家都很常在经历 打疫苗的阶段 因此当你听到这个新闻 你可能就会觉得 我打疫苗 我掉发可能就是 疫苗的副作用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 她真的是因为 疫苗打完的关系 救了她一命 为什么呢 因为她打完疫苗之后 她就觉得她掉发得很严重 她就来找我 很年轻 二十几岁而已 结果那时候我觉得 听她的叙述不太对 我一两血压 心跳120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她这个掉发可能不简单 最后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甲中腺抗镜 是刚刚好因为在疫情 疫苗打了之后 掉发让她注意到说 我掉发是不是跟疫苗有关 一个不小心才发现 她其实是甲中腺镜的抗镜 其实回去问 她这个状况 已经持续了一到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真的是因为刚好 这个时机点的关系 才让她把掉发的问题 到医院去求诊 才确诊她的问题 所以是要讲一下 虽然掉发其实是 疫苗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但是也不要觉得 一定就是疫苗造成的 如果这个时间持续太久了 我建议你还是要就医 跟医生讨论 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话 可能就不是疫苗的关系了 而如果你担心疫苗 造成掉发的话 刚刚赵医师提醒大家 B群新还有这个 包括像是蛋白质 这些营养素 你可以在打疫苗之前 多补充一下 如果说真的掉到 什么程度 尽管是打疫苗造成的 找皮肤科求诊 应该有帮助吧 是 其实这掉发问题 反正就是皮肤科医师 很常见的一个 临床上的一个问题 那实际上皮肤科医师 在治疗方面 但是从头皮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掉发原因很多 常见的雄性秃 还有其他比如说 圆秃 刚才说 像我们刚才说 这位女性 我们这个圆秃 她就像一个圆秃的症状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全部掉光的时候 我们叫宇宙秃 她事实上其实不止只有头发 可能眉毛 身体的毛发 都会掉 那这样的话 事实上是蛮严重的 她全身的毛房 都受到一些攻击 那事实上 你要找出她的原因 就要分析说 是哪几种掉发的原因 大家怀疑是 这个疫苗造成掉发 事实上其实我觉得 大家比较恐慌 但事实上 只要好好的饮食 这个蛋白质 还有这所谓的精魂饮食 补充够 那事实上 其实很快就可以改善 好 提到掉发 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 大家一定是 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奥斯卡班长典礼上 删了一记耳光 原因就是因为 为了使命 是要保护自己的太太 太太的头发被取笑 对 当时的主持人 克里斯洛克 他在颁发最佳纪录片奖 之前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就对着底下的 威尔史密斯夫妻说 杰达史密斯 他就喊着他的名字 就说 你这个造型 你可以拍 魔鬼女大兵的续集 大家都知道 魔鬼女大兵里面 单兵摩尔 他就是光头一个造型 那因为杰达 也是光头的造型 但是这件事情 这个玩笑 惹怒了威尔史密斯 所以他就冲上台 就一巴掌打下去 但这一巴掌打下去 大家要注意到 杰达为什么 一直要以光头的造型出现 原来他是有原因的 他在2018年的时候 发现自己大量的落法 落法到什么地步呢 他在洗澡的时候 他的手上 全部是掉下来的头发 那很惊悚 他去给医生看 发现的确是 圆形凸的问题 可是各位知道 圆形凸 基本上有时候是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圆块 那你即使这个地方 有头发 这个地方凸的话 那整个造型 其实是还是会让人家 发现你一直在落法 所以他从这个近年 2021年开始 他干脆就头发整个剃掉了 真的很帅气啊 就是面对他 而且他挺喜欢的 他其实2021年的时候 他曾经对大家讲说 我现在就是这个光头造型 我喜欢 粉丝也很喜欢 可是毕竟他是被动的 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光头造型 是因为他生病 那奥斯卡典礼如果用他的生病 来做这个玩笑的话 当然威尔史密斯会受不了 不过这个新闻引起大家注意说 圆形凸 真的你去治疗之后 好像头发不容易长回来 这个要问赵医师 因为刚刚赵医师提到圆形凸 甚至脸眉毛等等都会掉 所以调法原因很多 除了说疫苗之外 免疫跟压力造成的 会凸得这么厉害 会 其实这个压力凸 我们叫鬼剃头 大概都是有时候是人家 或是跟你说 或是你去做头发 洗头发 人家发现跟你说 你这个有一块凸的 它可以很小 可能是一块钱 十块钱 五十块 甚至面积更大 而且它可能不是单一点 可能有时候头会很多地方 都造成调法 所以它叫鬼剃头 叫这个圆凸 也叫压力凸 事实上其实这个疾病 事实上很多去检查 是找不到原因的 所以很抽象 免疫失调 压力失调 事实上其实造成这样的原因 事实上很多人 跟免疫的疾病是有相关性的 它可能是自体免疫 攻击了一些 所谓毛囊受伤 造成调法的问题 当然就是圆凸的问题 事实上其实像我们这位女性 她本身调法 造成压力凸 圆凸的问题 她毛囊受伤攻击 事实上这个圆凸 这个问题 她持续时间 每个人不一定 有人可能持续半年 一年 甚至两年 三年 所以说假使有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其实圆凸 基本上很多人 大概都可以治掉 百分之八到九十 可是发生过一次 后面很容易再出现 对 所以说 只要掉过一次的话 你可能以后几年之后 会再掉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民众 有一次圆凸掉法的经验之后 事实上有时候两三年之后 它已经把它长出来了 后来可能过三年四年之后 它又来 又是同样的鬼地头 圆凸的问题 所以说很多原因 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这个鬼剃头圆凸 它是可以治疗的 是可以治疗的 不管是用药物 或是吃的 擦的 甚至很多 用一些打针的方式 其实它还是可以治疗 但是一个重点 我们这个鬼剃头圆凸 假使一旦长出来的头发 大概刚才都是白色的 白色的 对 白色的 白色的话 它可能还在掉 后来再恢复在正常 才变成黑色的 所以说其实有这样的鬼剃头的问题 实际上其实要耐心去治疗 那我在门诊中会遇到 我们自己的一个女性 她在跑遍台北各大的医院之后 她治疗大概两年 都没有长出来 她反正已经灰心了 后来来看门诊 全头凸的这种鬼剃头 后来她在我们那边治疗 半年之后 还真的慢慢长出来 也许是一个巧合 但是其实是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 以她这样的方式 是让在头发的生长 只要耗治疗 还是可以长出来的 好 要有耐心 等它慢慢长出来 而且不能又压力大 各方面免疫出问题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每次讲到养生 我们就讲到慈禧太后 据说她也很怕掉法 对 其实古代宫廷 她都有一些寓衣 她会有一些秘方 她就是针对那种 年纪比较大的那种皇族 所以她就是不能够有白头发 不能掉头发 这样子有失那个威严 不过以中医来讲 像刚刚讲的那种压力凸 或者是鬼剃头 算是中医效果会最好 因为中医讲法是血之鱼 所以她是讲气血的血 所以肝是藏血的脏气 中医是从肝论治 所以跟肝相关的情绪或是压力 把它处理好之后 血才有办法会生成 那像这个宫廷的秘方 就是我眼前这个菊花伞 听说当时寓意压力很大 后来好不容易研究出来 好不容易研究出来 这个五全的配方 因为它配方一共有五种 大家仔细看 它可以从根 金 花 叶到草都有 所以它每一样成分 都是可以让头发变黑 预防白发的一些成分 其中是以菊花为主要的药 因为菊花它是清散头目 所以头发是在头上 所以认为如果是跟肝相关 那吊发或者是脱发 就是血淤住了 那淤住要怎么让它通呢 那要开一个 就是可以通到头翘的药 那这个菊花大家知道 很清香 可以清理头目 所以菊花就是主要的药 再加上种子类的曼金子 或是根茎类的桑白皮 汗莲草 还有叶 侧薄叶 这样子的草根叶把它煮一煮之后 然后去渣 去渣之后的药汁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凉 每天早上 寓意帮这个皇族的 就像此期太后这样子的人 梳头的时候就沾一下这个药汁 沾一沾 这个头发它是布满了药汁 它们的那个 想必梳子跟我们是不一样 它们是扁的嘛 所以它整个沾满了药汁 然后就这样子顺顺的 输这个头皮 给头皮直接的营养 不但可以预防它落发 还可以让头皮可以消肿 因为有时候头皮发炎 它会很痛 它也不能够碰 所以它这样子帮它 做个保养 有时候是治疗 可以预防落发 让白发变黑 白发变黑 不能变白 然后之后来看 这些男神 瞬间之间变成大叔了 我们以吴彦祖来看 这么帅气 是大家的偶像 现在法纪线一直往后退 这样子的凸又是哪一种的呢 而且现在有一种菜 正是产剂 据说也可以帮我们 养法稍后回来 我阿嬷88岁 瘦了20公斤 她就是靠这个方法瘦下来 我们遇到卡关的时候 其实只有两个方向 一就是吃得更少 二就是动得更多 但这个少到底要怎么少 多要怎么多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快来加入 健康2.0 YouTube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